大家好 刚才我们介绍了图的基本概念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要继续介绍 实际上还是图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要介绍路径和回路的概念 那么我们要介绍什么叫路径 以及什么叫回路 以及后面还要引入的 简单路径、基本路径 简单回路、基本回路等等这些概念 还要以及路径的长度 什么叫路径的长度 这些概念啊 以及路径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叫联通图、联通分图 其实有向图当中 简单向联通、强联通 以及弱联通的概念 比如说这一节呢 还是引入非常多的概念啊 那么这一章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求加权图中的 最短路径的算法 这里给出了一个算法 叫digest算法啊 那么这个算法呢 也是我们这一节的一个重点 那么讲到这一节 我们要能够给你一个加权图 你能够求出 给定的两个点之间的加权 最短路径 或者求出它们的加权距离出来啊 那么在这一节里边呢 我们的欧拉图和哈密顿图 我们将要放在第四节里面去讲解 把它作为特殊的图 要去做讨论啊 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幻灯篇 我们要讲路径与回路 我们找到路径回路的幻灯篇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路径与回路相关的内容 什么叫路径 什么叫回路 路径的基本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 路径的基本概念 那么路径给定了一个图 那么这个图呢 我的CC真的对应关系 我就省力了啊 所以把点击和边击表示出来了 那么设计中的点点和边的交替训练 伽马 就是伽马 我们看一下这个V0 就表示从这个路径呢 从V0出发 经过边E1到V1 然后又通过边E2到V2 然后来最后到 通到E1 然后回到E1这个点 或者2EL 这个称为 这是一个EL 回到VL这个点 那么这个路径呢 就是从 这个伽马 是从V0到VL的路径 大家注意啊 这个E1呢 它的一个点呢 是V0 另一个点呢 是V1 那么E2的一个点是V1 另一个点是V2 如果是一个无向图这样 如果是一个有向图的话呢 那么V0就是E1的起点 V1是E1的中点 那么E2来说呢 V1是E2的起点 V2是E2的中点 也就是说Vi和Vi Vi减一和Vi是Ei的端点 那么Vi的端点 我们这个时候就称这个 呃 称为这个伽马呢 是从点点V0到VL的一个路径 这就是路径 就是点和点交替出现的这样一个系列 就是一个路径 就是一个路径 大家注意啊 V0和VL呢 我们称为V0 称为这个路径的起点 VL呢 称为这个路径的终点 称为这个路径的终点 伽马中 这个伽马啊 这里边点和边交替出现的序列 这里边的边 边数 出现多少条边 这个边数呢 称为这条路径伽马的长度 称为路径伽马的长度 那么这个长度呢 这里是E1到EL 所以呢 它的数目呢 是L 长度 是L 如果啊 还有啊 这是一条路径 如果这个伽马当中 这些所有的边呢 互不相同 就是说我这里出现的边呢 是互不相同的 那么这样的这个路径呢 就称为是简单路径 简单路径 那么如果呃 这里边的顶点互不相同 那么我这个 这个称这个路径呢 就是一个基本路径 大家注意啊 简单路径 与基本路径的定义 如果这个 这个路径里边的边 互不相同 就称 也就是说边不重复 不重复出现 那么那样的路径呢 是一个简单路径 如果这里边还有几点呢 我们说 呃 路径是点和边的 交替出现的序列 如果说这里的点 互不相同 也就是说点不重复出现的 不重复出现的话 这样的路径 我这称为是基本路径 称为是基本路径 当起点和终点 重合的时候呢 我称为这个 这个路径呢 称为是回路 回路 起点和终点 重合 就称为是回路 那么如果这个回路 中的边 互不相同 就称为这个回路呢 是简单回路 那么通过各顶点 不超过一次 也就是它的点点复不相同 只有当然什么时候相同 只有起点和终点存合 其他的点点都不重复出现 那样的回路 我称为是基本回路 那么我们建设了简单回路 就是里边的边复不重复的话 复不相同 或者不重复出现的话 那样是一个简单回路 那么我们在一开始 哦 哥尼斯法七桥问题 实际上就是 它要从某个点出发 经过七重桥 最好一次又回到出发点 那就实际上就是问你 有没有那样一条 简单回路 就通过这七条边 这样的 通过所有的这七个桥 一次的 那样的简单回路有没有 如果简单回路有 那就是能有这样的走法 也就是问你有没有那样的简单回路 等于至于 简单回路的概念 就是它是一个回路 但是里边的边呢 还复不相同 那那就叫简单回路 还有基本回路 基本回路概念就是 里面的点复不相同 当然起点或中 除了起点或中点 它是重合的以外 其他都不会重复出现啊 那样的就称为基本回路 路径与回路 那么回路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起点和中点 重合的路径 就叫回路啊 大家注意 这是 路径与回路 以及简单路径 基本路径 简单回路 基本回路 我们下面看一下路径的长度 刚才说了 这里边出现了多少片 这里边这个回路 干嘛里边 点或边 这种交替系列里边 边的长度就称为这个路径了 这是边的数目 称为这个路径的长度 称为路径的长度 也就是路径P中所含边的条数 称为路径P的长度 那么呢 长度为零的路径呢 实际就是一个孤立的点 单独的点啊 单独的点 那么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了啊 这个路径的长度了 是为零 因为它没有边 所以就是为零啊 再注意 那么下面有个定理啊 定理说明什么呢 这个定理说明是 在一个具有N个节点的简单图中 所谓简单图就没有字圈 也没有平行边那样的图啊 如果存在从V1到V2的路径 那么就一定存在长度不大于N-1的基本路径 如果存在那样的路径 那么就一定存在长度绝对不会大于N-1的那样的基本路径 所以基本路径 刚才你们讲的 基本路径就是里边的点负不相同 点呢 最多出现一次啊 最多出现一次 那么那样 很显然常 假设存在基本路径 常都不会大于N-1 因为它每个点最多出现一次 它有N个点 现在它有N个点 除了它自己这个点以外 那么这其他还有N-1 可能通过其他N-1一个点啊 其他N-1一个点 那么点负不相同 那么边也不会重复出现 所以最多有N-1一条边 那么最多N-1一条边 也就最多长度为N-1的那样的基本路径 大家注意啊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证明啊 假设存在一道半的路径P 不是基本路径 那么也就表示里边有重复的点 有重复的点 也就可能我走到 从这个点走出去 我们走到一定时又回到这个点了 那么这个点到走出去又回到这个点 这一部分呢实际是一个回路啊 我现在走出去又走回来 那么这个点我就可以不走了 既然重复了 这一部分回来的就不要了吧 去掉 那么再往前走 那么这样就可以把它慢慢把那里边 重复的点都去掉了 就都只出现一次啊 那么也就是说 假设里面有重复点 那么我就删掉P中所有的回路 你重复点也就是里面有回路 把那回路都去掉的话 直到没有重复点出现 那么这时候就变成了基本路径 变成基本路径 而每个点只都在这个基本路径出现一次 每个点只都出现一次 所以它的长度呢最多为N-1 最多为N-1 代表注意啊 如果有那样的路径 那么就一定存在基本路径 代表注意 这是基本路径 那么下面有个最短路径的说法 什么叫最短路径 最短路径长度 称为它们之间的距离 有距离的概念 受VR和V阶是两个不同的点 如果存在从VR到V阶的路径 这称为这两个点是连接的 称连接的所有路径中 长度最小的 称为VI和V阶的最短路径 这个路径的长度 称为它的最短距离 就是我可能从VI到V阶 可能存在一条路里边有 它的路径长度为3 可能还有一条另外一条路 它的路径为4 可能还有一条路径只为2 那么我就说 这个路径长度为2的 是它的最短路径 那么它的距离就是为2 最短路径长度 称为它的距离 VI到V阶的距离 那么大家注意 如果不存在 就是VI和V阶不存在路径 也就是它们两之间 没有那样 没有连起来的话 不存在路径的话 我就说 它们的距离为无穷大 而且根本就不可能相通的话 也就是没有距离的话 没有路径的话 那么距离就无穷大 永远到不了它 无穷大 这是关于路径的长度 以及距离的概念 这边我介绍连通图的概念 什么叫连通图 首先给你基本的概念 R 假设G是V1 VI V阶属于1 如果存在从VI到V阶的路径 我就称从VI可达V阶 存在那样路径的话 也就称为从VI可达V阶 当然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到它自己 任何一个单独的点 我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路径 只不过这是路径的长度为零 路径长度为零 因为VI可以看着长度为零的路径 所以从VI可达VI 就是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达它自己 可以到达它自己 也就从VI可达VI 其任何节点都是自都与自己可达 可达 这是关于可达的概念 存在路径就可达 我们再看这个定理式 定义式 什么叫联通图 如果一个无相图里边 如果任何两个节点都可达的话 你任何两个点之间都有路径的话 那么这个图呢 我就称为是一个联通图 联通图 再注意 如果它的一个子图是联通图呢 我就称为这个子图来为它的一个联通分图 联通分图 再注意 一个无相图如果不是不是一个联通图的话 那么就是由一个一个的联通分图来构成了 这是很显然的联通分图来构成 我们看一下定义五 就是有相图 有相图它是联通性是怎么定义的 在有相图其中 如果存在两 如果在任何两个节点中都存在一个节点 可以到另一个节点的路径 就是在任何两个点之间不是我可以到达你就是你可以到达我 可能我可以到达你也不能到达我 反正任何两个点总有一个点能够达到另一个点 那么这个图呢 我就称为是一个单向联通的 单向联通 如果任何两个点都复权可达的话 你可以到的在a能到达bb也一定能到达a 任何两个点ad那么都可达的话了 那么这个图呢 我就称为是一个强连通的图 强连通图 当然如果一个图啊 既不是单向可能存在某些点之间 不存在路径不可达 相互都不可达 但是呢 它如果我把方向性确定 就是我不看它的箭头啊 不看箭头 不看方向的话 这样就是当然不看方向就是无相图 如果这个无相图是联通的 那么这个有相图我就称为是一个强连通的图 称为强连通 或者说它的基础图 基础图就是不看方向 或者说它的底图不看方向 是连通 它的底图是连通的 我就称为这个图是 这个有相图呢 是强连通的啊 得注意 那么很显然 强连通的一定也是单向连通 也是强连通 但反过来就不一定了啊 反过来就不一定了 那么这就强连通 单向连通 弱连通的概念啊 其实很简单 那么你们给进一个图 要能够判断 那么根据这个概念呢 如果任何两个点之间都可 互相可达 那么一定是强连通的 如果说它的互相可达 这个概念很强啊 那么我把条件放宽一点 只要能够从一个点 到达另一个点 就任何两个点 能从一个点 到达另一个点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单向连通的啊 单方向是连通的啊 如果说不看方向啊 那也就是弱 它是一个连通图的话 那么它就是一个弱连通的 就是不在 有相图里边的 连通性的概念 定义 有这么几个啊 几分情况来讨论啊 这无相图里边 只要成为路径的话啊 任何两个点之间 有路径的话 那么它就是个连通图啊 不连通的话呢 就是一些连通子图来构成 这是关于连通图的概念 那么这刚才我介绍强连通啊 我们再介绍强连通分图 刚才介绍了什么一个图是强连通的 单向连通或者弱连通的 下面我就介绍强连通分图 单向连通分图 弱连通分图 也就是它的指图 如果在有相图G当中 GP是它的指图 如果GP来是强连通的 那么我就称GP是G的强连通子图 或者强连通分图 如果这个子图是单向连通 我就称为是它的单向连通子图 如果是弱连通的 称为弱连通子图啊 或者叫强连通子图 就是强分图 或者说单向分图 或者说弱分图 分图啊 也就是它的子图 所以啊 我们来这是基本的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定义 图的连通性的应用 有相图的 特别是有相图的连通性呢 在计算机里面是用的 经常用到啊 我们下面这个 这个例子来说明啊 有相图的连通性的 它的应用 它的应用啊 现在下面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来说明图的连通性 在计算机中的应用 假设AT AT呢 是这样一个集合 P1P2P3P4 带队 P1P2P3P4呢 是T时刻运行的 程序的集合 就在这个时刻T的时候 有这四个程序的运行 P1P2P3P4 R2T呢 是R1R2R4的集合 R2T呢 是指的是T时刻 所需的资源的集合 资源就是T R1R2R3R4 我们在这个图 表示了 这个图来表示出来 P1呢 具有R4 并且请求R1 就是我的P1 在这个T时刻运行的时候 它是占有资源R4 但而且它要 因为下时刻 它就要 要请求R1 所以我就换一条 从R4到R1的 这样一条 一条边 这个边呢 表示P1 表示是P1 P1占有R4 但是又要请求R1 那么P2呢 是具有R1 并且要请求R2或R3 所以呢 P2呢 你看这里画出来是 具有R1 并且要请求R2 并且呢 它要请求R3 所以呢 这个P2呢 还要 还有一条 从R1到R3的边 从R1到R2的边 都是P2 P2 还有P3 具有R2 并且请求R3 那么P3 具有R2 也就是从R2 到R3的一条边 P4呢 是具有资源R3 P4 具有R3 那要请求R1和R4 所以有一条 从R3出发到R1的边 那么还有一条 从R3出发到R4的边 那样它的资源分配图呢 就是这样一个图 画出来这样一个图 那么我们来看 这里边会不会出现死手的情况 这是一个资源分配图 会不会出现一个资源死手的情况呢 假如我占有了 我现在占有了P1 我又要请求 我现在占有了R1 我又要请求R2 真的另外一个用户 他可能占有R2 又要请求R1 这样的情况 就会出现死手 当然也有更复杂的情况 也有更复杂的情况 会不会出现死手 也就是说 当写仅达分配图 GT中多余一个节点的 强分图的时候 我要请求你 也要请求我 我要请求B B要请求C 我C要请求A 那就沉沉沉沉 连锁情况了 那么就会出现死手 也就是说 在这个图分配图里边 如果出现强连通分图的话 那么强 或者说叫强分图的话 计算机系统 在这个T10克 就会出现死手的情况 出现死手的情况 显然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这一个 刚才这个资源分配图里边 我会看着 它里边是有强分图的 所以那时候 这样一个T10克 系统分配图了 资源分配图了 显然在这个 如果我要这四个程序 P1P2 那有四个资源 R1R1 它们分配情况 这样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死手 那么我们是不希望出现死手 这种情况是应该避免的 以后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居正的方法 来识别 是否包含多余一个节点的强分图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你判断 给你一个问题 一个资源分配情况 我要判断 这个会不会出现死手 那么你把资源分配图画出来 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强分图 那么有没有强分图 我们可以用居正的方法来判断 里面有没有强分图 如果有强分图的话 那么这个 你这个资源分配了 就会出现死手 那么这个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出现了死手 会出现死手 我们看这里边 有没有强分图 有没有强分图 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R23 R24 或R1资源关系 这显然是一个强分图 从R23可以到R4 从R4可以到R1 从R1又可以到R23 那么这样的话 这里边是一个循环 你看R24可不可以到R23呢 很显然也是可以的 R24通过R1 然后再到R3 那么再看R24和R1的关系 R24可以到R1通过这条边 R1能不能到R4呢 很显然 R1通过R23再到R4 显然这样一个分图 就是强分图 而且还不止 不止这一个强分图 我们画出来 我们画出来 标示一下 显然这是一个强分图 那么这个呢 肯定在T时刻会出现死索 会出现死索 这种资源分配 在我们的机关系系统设计里边 这强分图 或者单向 这种有像图的灵通性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例子就说明它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工具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这一节就是 求加权图中的最短路径问题 求加权图 刚才我们说加权或者也叫负权图 也就是每一条边都给它负以一个正时数的 这样的图成为加权图 那么我们这样来表示 G等于V1 V是点的集合 E是边集 而且这个边是与点关联的 关联关系也表示 这个可塞不是我刚才指的这个可塞 或者称为Om 这个可塞是指边联关联关系 下面我定了一个函数 Om 是从1到一个正时数的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给每一条边负一个值 那么这个图我就称为 我就继承GW 那么GW称为加权图 G是一个图 那么W是给每一条边给予一个正时数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表达这个加权图 如果一属于一的话 如果是对于每一条边 W1呢 我称为边的加权长度 这条边的加权长度 那么什么叫路径的加权长度呢 那么就把路径中所有那些边的加权长度之和 这路径中所有边的加权长度之和呢 我就称为该路径的加权长度 加权长度 加权两个点之间的路径 两个点之间可能不只存在一个路径 可能有多个路径 那么这些路径中加权长度最小的呢 我就称为这两个点之间 这个路径是这两个点的最短路径 那么最短路径的长度呢 就称为它的加权距离 加权距离 如果从V不可达S的话 那么我就称出它们的加权距离为无穷 假设我们现在一个图来看一下啊 假设我直接从这里V 这是S 这里讲这是B 那么我直接到 我现在从V到S的加权距离 讲这是100 那么呢 我从V到B的可能距离 加权距离可能这样 或者我们要表示路的时间 可能为你V直接到S可能比较远 那么我通过B再打S 但是这条路很不好走 可能要花200的时间 那么这里呢 50 那么很显然 从V到S的最短距离应该是 最短路径应该是从V直接到S 直接到S 那么这个路径呢 是它的最短路径 那么这它的距离呢 加权距离呢 就是100 那么而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行 那么反过来啊 反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啊 有时候我可能直接到达它是比较困难啊 直接到达S 从V直接到达S 比较困难 那么我可以考虑这样来 通过B啊 V到B再到S啊 直接到这个地方啊 可能所以出现什么情况 可能它要的时间需要100 可能这里只要20 从V到B 可能这是高速公路好走一些 可能就只要20 那里呢 可能要50 那么我这时候我就领愿选择 从V通过B再到S 从V通过B再到S 那么它的最短路径呢 应该是 V通过这条边到B 再通过这条边再到S 最短路径应该是这样一条路径 那么它的这段距离加权距离呢 就是20 这些边的加权长度加起来 20加50就是70 加权距离呢 就是70啊 这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 我说的加权距离的概念 最短路径概念 而下边一个 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图 我要以求出两个点 给定的两个点之间 就是加权距离 那么加权距离的话 那球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里介绍的是Digist的算法啊 那这个算法来求加权距离 加权距离 那么这个算法是怎么求呢 那么主要是呢 它的思想呢 主要是干什么呢 主要是做什么呢 是给每一个点 给一个λ值 给一个λ值 我现在要求从V到S 从V V到S的加权距离 怎么求呢 那么如果说V不等于S的话 那我现在就 给每一个点一个 一个λ值 λV呢 等于无穷 如果说V不等于S 我就是λV等于无穷 或者λV等于0 一开始付出子 是这样来付啊 Digist的算法 那么这个手 然后呢 T等于V 这个T呢 是指的是什么呢 T呢 是指的是 指的是没有考虑的 还没有处理过的 这些点的集合 这点的集合 我希望这个过程啊 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你看因为在 要转向三 这是循环过程 我希望干什么呢 希望对每一个点 都给它一个 确定的λ值 确定 每一个点都要进行考虑 给它确定一个λ值 最后到了S以后啊 那么这个λ值呢 就是这个从V到S的距离啊 从V到S的距离 首先呢 我给λV呢 负值为无穷 负值为无穷 T呢 等于V 现在我一个点都还没考虑 所以付出子V 现在我在T中寻找 最小的节点U 所谓最小的节点 是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λ值最小的节点 最小的节点啊 最小的节点 如果U的AT 我们就算法就结束了 因为我是从V 从什么呢 从S到T啊 从S到T啊 这里说法是错的啊 从S到T S到T 这里我刚才说错了 从S到T 那表示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是我先给 如果V不得S 也就是说给那个起点呢 起点V呢 起点V呢 负0 其他的点呢 都是无穷 其他的 其他的点 比如说U λ的U呢 都等于无穷 等于无穷 那么也一开始呢 我要选 在一开始第一次选 做这里时候 一开始我就要找λ值最小的点U 那么一开始肯定是找到V这个点 因为λ值V是等0 如果说U等T 找到这个 已经找到是终点了 那么算法结束 那么我现在考虑 在集合T中 且与U 临接到这些点V呢 如果λ值V大于λ值U 加上5表1呢 我就修改λ值 修改λ值 那么也就λ值就把变成它 如果它大 我现在把它缩小 缩小 那么这时候一定要考虑在T中 用于U临接到所有的点 那么这些点的λ值 我都要进行修改 当然如果它小呢 就不修改 如果它大于了一定要修改 修改小的这部分 什么修改 就是这样一个算法 那么这个U点考虑完以后 我就要从T里边把它出去 这个点已经考虑完了 以后就不再做考虑了 不再做考虑了 所以呢 以后不再考虑节点U 我把T 然后再转到第三步 再在剩下的T里边 寻找λ值 最小的这个点 然后考虑于这个点 临接到其他点的λ值 那么该修改的 要修改 把这个点考虑完了以后 又从T中把它划掉 然后站在剩下的T里边 寻找λ值最小的点 一直这个循环 做到什么呢 做到已经做到这个点 找到点人就是T了 那我就不再做任何考虑了 那么这时候我就结束了 那么这个λT的值 就是从V到T的最 它的加权距离 它的最短距离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 两个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这是著名的DJ3算法啊 DJ3算法 那么它的宗旨啊 它的最基本的核心思想呢 是给每一个点 给相应的λ值 第二个还是它的第二部分 就是要对每个点进行考虑 一旦考虑完了 那么这个点呢 就不再去考虑了 不再考虑 每个点考虑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点 凌接到所有的点的λ值 是不是要修改 是不是要修改 如果该修改就要修改 什么时候该修改 如果原来这个 那个点λ值 大于λU加上5.1 这时候λ就改成λU 加上5.1 这个λ是现在正在考虑的点啊 正在考虑的点 那么V是与这个 考虑这个点 临接的点 拜托 这是DJ3算法啊 当算法结束的时候 那我们把T 就是从S到T的加全距离 那么这个算法 它能够求 固定的两个点之间 给定的两个点之间 加全距离 那么这个大家要去掌握啊 要掌握 要汇求 给你一个加全图 要能够求出 给定两个点之间的加全距离 那么我们就根据λ算法 DJ算法 当然这个算法可能要循环很多步啊 循环很多步 当然这个算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只不过要循环的次数比较多啊 循环次数比较多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一节课 就上了这里啊 先休息一下